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洛杉矶机场将使用热感摄像机检查乘客是否发烧的新闻 本台记者报道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6月22日表示 洛杉矶国际机场将安装热感摄像机检查乘客是否发烧 以确保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航空旅行安全 并使机场再次繁忙起来 贾西提表示 热感相机技术试点项目将识别体温在38摄氏度或者以上的旅行者 这是新冠病毒的主要症状之一 贾西提说 我们需要有能力找出新冠病毒症状的人 正如我们在这次大流行开始时所看到的 阻止它的传播非常关键 洛杉矶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在疫情之外 每年有将近9000万的乘客 在SARS病毒和株流感爆发期间 全球各地的机场都使用了热感摄像机 贾西提称 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措施是自愿的计划 并表示仍会采用其他方法来确保乘客安全 最终的其他方法来说 桂生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